这就是位于东莞高步镇的保证厂 整片厂房人去镂空 这里曾是全球最大鞋厂保证在中国的生产重镇 如今将被下一个市场印度取代 日经新闻抖搭标题就写着 台湾鞋界的鸿海也要摆脱对中国的依赖 保证启动布局印度计划 以现有产能来看 光是替Nike Adidas两大品牌代工 年产能高达两亿双鞋 预计未来十二年在印度投入八十六亿台币打造产线 也替当地带来两万个工作机会 其实不只保证全球第二大鞋厂洪福 早在四月大局买进印度土地盖厂房 丰泰集团印度产能也达百分之三十 全球制鞋龙头纷纷抢劲 看中的就是印度庞大人口红利 在劳动力的市场或是消费者市场方面 其实印度都有蛮大的一个竞争优势 而且就尤其就劳动成本来说 印度目前的最低性值是明显低于中国的 中国排外心态加上工资高涨 大厂生意越来越难做 但进军印度除了人力优势 两大隐忧成为台厂最大挑战 厂商在初期投资设备的时候 其实会造成蛮大的困扰 而且这个QCO政策 甚至已经被加拿大 日本英国还有欧盟的这些国家 更是像WTO提出说 其实是有反公平交易的一个嫌疑 随着船产撤出中国转供印度 电子业不排除追随脚步 印度取代中国几乎成为产业既定局面 靖新闻综合报道 大贼靖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敬善敬美 靖好新闻